今天市委书记温战斌主持召开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座谈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汕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主题听取我是锂电池相关企业意见建议 研究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助力企业提制发展产业做大做强 座谈会上来自宽华科技天际电器美联新材料万顺新材金光高科安德利新材料乐凯胶片上海电器的企业代表 依此发言文战斌不时与他们交流探讨详细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 项目推进产品研发降低成本人才引进等方面现状困难及建议 现场要求相关部门仔细研究疏离企业所反映的问题和建议 立即落实有效举措确保事事有着落渐渐有回音 文战斌指出新能源产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朝阳产业 是广东省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他强调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 发挥锂电池产业基础和汕头海上风电港口等资源优势 深入研究新能源产业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 谋定相关扶持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前瞻布局发展储能电池固态电池等 积极招引行业头部企业落户 进一步延伸拓展产业链条 权力做大做强具有比较优势的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 要科学谋划抓紧做好产业园区选址规划申报等工作 尽快推动园区落地建设 促进相关企业入园发展 集中精力打造新能源电池产业集聚区 各相关部门要致力于打造亲商重商爱商环境 主动谋划主动服务 为助进企业交流合作牵线搭桥 全面收集掌握企业发展所欲难题 在人才引进科技研发增资扩产 用好政策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 要发挥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等科研平台作用 深化正产学研全面合作 进一步促进供需对接和成果转化 温战斌希望 全市新能源电池企业要坚定信心 扎根汕头及业成球形成强大合力 推动汕头新能源电池产业上新台阶 要加强交流出谋限策 积极向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行业发展信息 及意见建议 精准反应发展诉求 主动对接和带动上下游 同行业企业来善发展 为促进汕头新能源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企业力量 市领导赖小卫蔡永明参加会议 昨天力讯控股广东有限公司 成功摘得汕头华侨试验区东海岸新城 新西片B05地块 将投资建设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中心 这是我是首个新型产业用地MO项目 华侨试验区全力做好项目工作 今天该项目正式开工 这标志着华侨试验区 华侨创新创业科技园区建设 进入加速发展期 此次力讯控股广东有限公司 摘得地块约240亩 将投资建设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中心 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 分为产业用地和研发用地两大部分 项目投资方向主要以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为主 产品主要应用于5G通信 远程医疗 智能安防 智能制造 智能家居 无人驾驶等领域 项目预计全面投产后 年产值达60亿元 将引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在汕头聚集 助推我试实现工业历史 产业强势 华侨试验区广远会 明确装诊服务 装饰装办 主动当好 电影小儿 摘牌当之 以为这个落地企业 办理完成 土地成交确诊书 国有监视用地 使用前出账合同的签订工作 办妥了项目的投资备案证 还有国有监视用地 规划许可证 今天也协助完成了 这案件登记 办妥了项目基根支付 以及这个土方开挖工程的 施工许可证项目正式开工 建设 新型产业用地 是指融合研发 创意 设计 中视 检测 无污染生产 生产性咨询服务等 创新型产业功能 以及相关生产服务 行政办公 及生活服务配套设施的用地 是近年来新出现的工业用地类型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关于工业历史产业强势的工作部署 华侨试验区在产业用地供给方面 先行先试 率先出台 新型产业用地MO项目产业准入资格 认定细则实行 从申报主体准入产业类型准入 及投入产出准入三个方面 明确了新型产业用地项目的准入资格条件 准入资格条件作为清洁能源 是实现零碳碳中和目标的主力军 10月19号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 零碳园区授证仪式在北京举行 电气风电汕头基地获得碳中和认证 这是全国制造业第二章 全省制造业首章碳中和证书 汕头基地是电气风电 在广东省唯一一个制造基地 2020年 基地成功实施 园区智慧能源示范项目 成为电气风电集团 首个零碳园区 采用了两台 一台8兆瓦风机和一台4兆瓦风机 结合了我们2.4兆瓦的屋顶光伏 搭配上了我们2兆瓦的一个储能 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智慧能源调控系统 实现在我们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碳中和 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所用的销耗的电能都是我们工厂自己所发的电量 工厂的发电量能够支持我们满负荷运转 以及部分多余电通过上网的形式 再输送到这个广 通过南网输送到千家万户 汕土基地作为电气风电 首个工业园区级 及风光水储为一体的能源互联网加项目 是目前广东省内最大的智慧能源项目 接下来将继续优化智慧能源系统 提高生产效益 加快推进中兴城区老旧小区加装管道燃气 是今年我市实践名声实施之一 市住建局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施实践活动 聚焦群众吉南筹判 牵头组织建设单位 抓紧建设市政燃气管道 确保这一名声实施顺利推进 目前中兴城区管道燃气覆盖率 已从2019年底的40%提升至71% 提前半年超额完成既定任务目标 连日来是华润新澳燃气有限公司的施工人员 在环比花园铺设安装小区 庭院管网楼栋壁馆 预计本月底完成施工 将汇集居民450户 尽快给这个改造 让到用户能够用上这个天然气 用上管道器 不用再扛这个钢瓶 上时级90年代初 中兴城区部分小区开始配套建设燃气管道 但多为平组间点工 通气用户不足10万户 大部分老旧小区仍使用瓶装液化器 为让市民用上实惠经济清洁安全的管道燃气 市委市政府加快推进管道燃气普及工作 去年5月印发实施 中心城区加快普及管道燃气建设工作方案 并将加快推进中心城区老旧小区 加装管道燃气建设 列入今年实践民生实事 由市住建局牵头组织 市华润新澳燃气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市政燃气管道 按照政府补贴一点 企业优惠一点 用户支出一点的原则 即政府补贴1000元 企业优惠1000元 群众使用开户费1000元 充分调动老旧小区居民 包装管道燃气的积极性 提升城镇居民管道燃气普及率 我一个开户费才1000块 我们也挺高兴的 然后就赶紧包装 去年以来 中心城区新建市政燃气管道 223公里 改造老旧管网16公里 273个老旧小区 加装管道燃气 覆盖居民5达9万户 目前中心城区燃气管道建设 已达588公里 占全市燃气管网总长约58% 中心城区管道燃气覆盖率 71.4% 提前超额完成 市政府要求于明年4月底前 将管道燃气覆盖率提升到70%的目标任务 现在用的这个我觉得安全多了 而且它那个也比较方便了 省气很多麻烦吧 就不用老是去救气啊 接下来市住建局将按照应改进改能改则改的原则 继续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管道燃气工作 并计划两年内对建设时间较早 设计标准落后的所有老旧管道进行更新改造 推动老旧小区这个管网建设和用户普及 配合老旧小区这个工程建设管道工程建设 让更多这个群众汇集对已经四季标准天低 使用连线过长一些广网进行改造更换 让更多群众用上清洁安全这个管道器 我是2021年实践民生史事涵盖 及民生供给公共卫生服务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 渐渐惠民暖心 包括 实施一 实施中心城区供水系统提压改造工程 2021年完成规范化整改 约2.2万户 实施二 加快推进中心城区老旧小区加装管道燃气建设 实施三 推动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建设 2021年补贴100个梯口 实施四 实施群众办事免费停车和免费邮政速递 实施五 实施文化会民活动 实施六 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提挡升级和农村公路微桥整治 实施七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能力 实施八 对在全市社区精神病防治康复点服药的病人 提供基本检查和服用基本治疗药品保障 实施九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即源头解污与污分流改造工程 实施时 推进百村示范千村整治美丽江村建设 把全市872个村设农社区建设成为干净整洁村 20号到21号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环自伟副主任委员蔡斌带队立善 就我市水污染防治和万里必道建设情况开展调研 实地查看潮南区下山污水处理厂运行 及下山大溪必道建设情况 确实公园近岸海域综合整治情况 并听取工作汇报 市领导陈向光李昭参加活动 目前我是五个地条水国考端面水质均达到水质管控目标要求 炼江流域共建成管网8000多公里 全面覆盖流域内18个镇街道的污水处理 完成188宗县级及以上沿用水源环境问题整治 全市累计建成壁道约58公里 计划今年底前建成壁道106.7公里 调研组指出要深入灌车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按照中央督察组提出的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 坚持延的总基调不放松 不断深入推进水污染防治以及近岸海域污染防治 要以绣花功夫推进精细化管理 进一步提升污水处理设施节污减排效益 并持续推进万里必道建设 努力建设江河安安 秀水长青 造福人民的幸福和湖 今天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委宣传部 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 党的光辉在心中读书学史之日精彩活动 来自全市各单位的16支队伍参加本次竞赛 此次活动深入学习贯车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强化精神 普及党史知识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 深入人心 竞赛内容围绕中国共产党简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改革开放简史 消费主义发展简史等 党史学习教育学习材料 设置了单选题 多选题 判断题 简达题等题型 题目内容丰富 全面考察了参赛选手党史知识的储备 竞赛分为初赛和决赛 在答题过程中 各参赛队选手全身投入冷静思考 沉着答题 在抢答题环节 各参赛选手更是你追我赶 不关落后 充分展示了深厚的党史知识储备和理论学习成果 经过角逐 龙骨区委宣传部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汕头宫殿局代表队等五个代表队获得二等奖 团市委代表队等十个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我们要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思想精神力量 做到学史真信 学史名理 学史重得 学史力行 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注入不解动力 我们汕头宫殿局各党支部团支部 都在积极组织大家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日常是利用下班时间 对四史知识进行加深巩固 将学习转化为奋勇争先的勇气和力量 为汕头高质量发展 做出我们电力人应有的贡献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而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是激励我们奋发向上 笃行资源的强大精神动力 通过学习党史 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 用实际行动为群众办实事 让群众感受到看得见的平安 磨得着的幸福 汕头是一个与跳水之梦结缘的城市 早在上世纪70年代 汕头就开展跳水运动 是国内开展跳水运动较早的城市之一 而原汕头跳水学校 与中国跳水队训练基地 合并运转的模式与机制 更是全国首例 40多年来 汕头秉承赶闯赶拼 赶为人先的撤区精神 不断改革创新 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向全国输送许多跳水苗子 并走出多位世界冠军 铸造汕头跳水事业 傲人成就 在市体校跳水中心训练池边 十多个孩子正在紧张地训练 枯燥的训练磨练了小队员们的意志 而师兄细思义 今年在奥运会和全运会上的精彩表现 则成了他们最大的动力 我会在每一天的训练里 严格要求自己 希望能在以后的比赛 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跳水讲究的就是四个字 难 稳 准 美 谢思义在稳定性上面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省队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也有赖于基础的体效输送人才 从金沙三里到胡家谢思义 汕头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跳水人才 而汕头跳水事业的蓬勃发展 也得益于汕头跳水运动员培养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这些创新的模式和机制 在跳水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上 发挥了上下衔接的重要作用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 在主动融入国家体制 积极输送人才的同时 汕头还着力完善跳水基础设施建设 在上世纪90年代 与试体校建立定点培训的六所学校 建成跳水项目路上训练将关设施 为承办2001年全国酒运会的跳水比赛 汕头游泳跳水管应运而生 2002年汕头游专门建设满足国际比赛标准的 室外跳水训练基地 对接中国跳水队到汕头训练 当时我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传视人民大力支持 游泳跳水管建成成办了九云会的跳水比赛以后 我们又向国家体育总局提出 让国家跳水队把我们的这个馆 作为他们的训练基地 依托汕头跳水游泳馆 室外跳水池等一流的训练场馆和环境设施 国家跳水队多次到汕头集训 有利促进汕头跳水运动的发展 经汕头市政府批准 2005年1月汕头创办汕头跳水学校 加挂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命名的 中国跳水队汕头训练基地牌子 这一机制和模式在当时是全国首例 国家队把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训练基地呢 它会安排一些全国性的赛事 在我们上头进行举办 我们学校可以直接跟国家跳水队的领队去汇报工作 在实际条件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向他推荐我们上头局的优秀运动员 去年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 汕头跳水学校并入汕头市体育运动学校 设立跳水训练管理中心 承担中国跳水队汕头训练基地日常管理服务工作等 目前市体校跳水中心有50名再训跳水运动员 借助汕头举办第三届亚洲青年运动会的契机 市体校将异地搬迁至南滨路新校区 占地约428亩的新校区 新建了综合体育馆 乒乓球馆 水球馆 室外跳水池等设施 校区规模居全省体校前列 而其中的跳水运动设施 基本从原跳水基地原样复制 达到国际比赛标准 为接下来服务国家队省队训练做好准备 今天上午 龙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 2021年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活动通过线上加线下同步进行 来自房地产 物流 电商等行业的90家企业进场 提供340多个岗位 招聘人数2200多人 吸引200多名退役军人到现场应聘 招聘会是龙虎区做好 退役士兵返乡报道 一站式服务的内容 可以帮助我们这些退役军人 找到一份工作 还可以多接触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 接触一个市场 了解一个市场的一些岗位需求 我比较喜欢销售这个行业 把我们军人本色展现在社会中 像2021年度退役军人 也开展了全员适应性培训 帮助他们顺利转换结社 在职场中能发挥他们的特长 这几天凉凉的秋意 驱散夏日的余热 让人感觉舒爽不少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 手中等强度冷空气的影响 今天傍晚起 我市气温将明显下降 有分散小雨 市民外出需注意天衣保暖 昨天里边就穿一个短袖 现在就加个外套 天气比较凉 22到24号的话 日平均气温下降4到5度 24号早晨最低气温将降至19度左右 沿海陆地风力6到8级 山头附近海面 东北风6级阵风8级 22到23号是东北风7级阵风9级 今天市民政局举办全市并秘服务从业人员 职业技能与职业道德培训班 活动邀请中国殡葬协会教育与科技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广东省殡葬协会副会长蔡海军 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城建与楼市栏目顾问蔡勋武 就殡葬服务的政策支持 服务引导 现代殡葬服务的生态 文明理念等方面做专题讲授 今年来 市民政局把加强殡葬服务行业规范管理 作为文明城市创建 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内容 推进行业管理服务规范化建设 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自豪感 并大力倡导绿色生态的现代殡葬理念 近日市文明办 新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 2021年 汕图市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活动 明理于心 敬业在行 餐饮行业规范守则教育实践活动 活动播放文明汕图宣传短片 倡导爱国爱善 争作文明汕图人 和以小餐桌推动大文明 为汕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贡献一份力 作为从事餐饮行业的一员 我自觉当好文明经营的表率 为顾客提供功勺功快 建议顾客按需点仓 珍惜粮食 大家共建文明昌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